一年一度全國技術型高中專業群科專體及創意製作競賽 即將在今天完滿的結束 那今年因為疫情再度緊張 所以我們這次簡化了一些流程 而且我們在全程過程當中都援手相關單位防疫的規定 確保整個活動過程當中不會受到這些疫情的影響 那麼學生也都完全很配合整個防疫的措施 很用心把他們的作品呈現出來 我們可以看到說在這次的作品裡面 學生也關心到整個疫情的發展 所以很多的作品都關注在防疫 學生也確實以他們的專業技術去呈現出來一些好的作品 也能夠提供給我們這個社會一些改善的一些措施 所以我們覺得說學生他們是很用心去關心這個社會 跟生活上的議題 而且他們很確實把他們的這個技能 在這次的作品裡面呈現出來 那我們覺得說這樣的一個作品 未來學生他們可以把他們更多的技術 能夠帶到社會上面去對社會做出貢獻 那也呈現出我們技術型高中的專業群科的這個特色 那希望我們來年在疫情慢慢的減緩的趨勢底下 我們還能夠像往年一樣有一個完整的一個競賽 讓學生能夠充分在這個舞台上面展現他們這個學習的成果 那也讓我們技術型高中的學生 能夠把他們的技術跟他們的一些實作能力再次展現 對於社會 對整個國家做出具體的貢獻 那預祝我們這個活動很順利 然後來年能夠繼續在台師大 來把這個活動繼續辦下去 祝福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